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他们叫我出去玩 我着急毛慌的给自己做了一个包 这个包做法还挺简单的 怎么样 我再把这小帽子一戴 这一套可以吧 这个是咱们包的面子材料 它是一块灯芯绒 我在反面烫60克的五纺秤 这个是一个22厘米的正方形 我们再剪一块面料 这个材料是做外侧口袋的材料 它的长度呢36厘米 高度呢22厘米 我们把口袋材料对折 放在咱们的面子材料上面 然后中间测一条线 然后呢我们准备两个DISCO 我这个DISCO的规格呢是2.5厘米的 我们把它搁在包口的位置 然后盖上咱们另一片面材料 测上这三条线 测好以后呢 我翻到了正面 现在呢我们来窝两个底角 这儿的宽度呢5厘米 我们测一条线 然后把它给翻上来 然后这儿竖着再测一条线 把它给固定上哈 这个呢是李子的材料 它的长度啊42厘米 宽度呢22厘米 这是中心线哈 我们折上来 然后这儿的宽度呢是2.5厘米 我们把这片呢折过来 正面呢折在里边 看一下侧边啊 侧边的底部呢是这样子的 我们车上两个侧边 接下来呢我们把李子 搁进咱们的面子里 搁好以后呢用包边带 把包口呢包一圈 最后呢咱们在包口中间的位置呢 第一颗按扣哈 刚才呢我量了一下 咱们这个包啊 是高度20厘米 宽度也是20厘米 底部的这个厚度呢是5厘米 这期视频内容啊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 记得呢帮忙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